嗨,大家好,我是胃伤之友,秦胜 关于胃手反流病,也就是这个反伤烧心 咱之前视频谈过很多次了 不管是他的这个治疗了,或者是他日常调理了 咱们都谈过很多次了 但是呢,最近有朋友问我 秦胜,我平时呢,并没有这个反伤烧心的这个情况 有的时候偶尔会出现一两次 那么这个时候我也不想是拉拽了 或者打起这些药物去缓解这个胃酸多 那么我可以做哪些动作 或者就是说,怎样 就是说通过一个调理可以减少这个胃酸呢 这个问题问的非常好 就是说,其实我们很多人 正常情况下,你就算没有这个胃手反流病的这些人呢 偶尔就是说,不管人吃东西吃的不对劲了 或者就是有时候吃的太多了,吃蹭了 或者就是说,有时候吃一些 就是吃胃酸的东西过多了 都会引起这个烧心了 或者就是反酸这个情况出现 有大部分人来说都是一过性的 偶尔就出现一两次 这一缓就过去了 但是呢,就是说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 特别难受 但是呢,你有的人他刚才也说了 不太想吃这个拉热或者打起来 要去缓解症状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方法 减少这个反酸烧心的症状呢 基本上来说,就是三种方法 那么在谈那三种方法之前 咱们还是要给一些没听过 视频朋友谈一下 这个反酸烧心是什么情况引起的 反酸烧心就是胃酸反流病这个东西了 顾名思义,其实呢 它就是这个胃酸多所造成的 大部分人也是这么理解的 也知道就是胃酸多了 会引起反酸烧心的情况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情况 就很多人就特别容易忽视了 那么就是动力的方面的问题 因为就是说 我们的胃肠道动力差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吃进去的东西 首先来说它会在胃内停留 占据一部分的空间 那么这个停留在胃内的东西的时候呢 这东西也会就是说刺一道胃壁 那么胃壁就胃里 胃就会有感觉 感觉这个东西没办法消化了 是不是胃酸了 或者其实消化没 分泌不足了 那么就像大脑就发出一个信号 这个东西我消化不了 大脑再下达一个信号 胃酸多分泌一点 那么这时候 你这个动力差的时候 就会引起这个胃酸分泌增多 另外一方面呢 因为动力差 我们正常情况下 你这个胃酸偶尔就分泌多一点的时候 那么这个胃酸呢 很容易的就通过 胃下面这个口就是油门 排出到肠道内了 因为小肠内相对于胃环境来说 它是一个碱性的 相对来说 它可以把这个胃酸综合掉 不至于就是说 让胃酸往上走 因为它要是排的 这个排放不太通畅的时候 那么肯定下面走不动 它肯定往上走了 那么往上走的时候 肯定来说 就会刺激这个本门 进入到使馆内 就会引起这个反酸烧心的症状了 因为使馆本身来说 它不耐胃酸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说你在动力强的时候 首先这个本门 它的收缩力 包括食管的收缩 食管清除胃酸的这个动力 都是比较强的 它本身也不容易反上去 所以说动力这一方面 也是很重要的 那么咱们再了解了 就是说 为什么反流病 是两个原因 所到成了之后呢 咱们就来谈一下 通过哪些方法 来进行一个治疗 那么哪些方法 第一个方法 就是一些动作方面的一方法 那么就是说 如果你这时候 突然出现这个反流 烧心这个情况的时候 你肯定不能就是这么躺着了 你这么躺的时候 你胃呈现一个这个状态 那么你这个酸很容易的 就是通过这个重力状态 很容易通过这个斑门流出来了 那么这时候 我们肯定要采取一个直立的状态 不管是你坐着 这样直立起来 或者站起来 这样直立起来 那么这个时候 你的胃呈现一个这个状态的时候 那么胃酸集中在这个部位 那么相对来说 它反流的情况 就会明显的减轻 肯定不能平躺 那么另外呢 就是说 你在平时就是说 如果一旦出现这个情况 除了刚才说 这个站立的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还可以就是说 进行一个慢走 因为你在就是说 走动的时候 相对来说 你的这个腹部的肌肉 在不断的收缩的时候 也会就是说 刺激胃的这个蠱动 从而减少 胃酸在胃内的一个停留 缓解 胃食过反流病的一个发生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咱们老曾常谈的一个问题了 就是夜间睡觉的时候 尽量把上半身 记住不是枕头 枕头垫的太高 它不容易 也不会就是说 减少你胃酸的反流 枕头垫太高 我之前见过一个朋友 我说垫高 垫高一下 垫高15到20厘米 人家把枕头垫高了 然后颈椎病犯了 在医院掉脑袋掉了 半年基本上 才把颈椎病给治好了 记住是上半身 从那之后 我一直在强调 就是上半身 上半身 就是说上半身 15到20厘米 如果能采取左侧卧位的话 是最好的 因为你采取左侧卧位的时候 你的胃就是正常情况下 你看 你平躺的时候 胃我刚才说了 这样子的话 胃呈现一个平面 这个奔门这边 很容易就有食物流上来了 那么如果你要是说 这样子 把上半身垫高一点 然后再左侧卧位 那么这时候你的胃在睡觉的时候 是这个状态 那么你胃里面 因为重力的作用 胃酸 或者胃里面的一些东西 都会积累在这个部位 那么积累在这个部位的时候 相对来说 就会减少胃酸 往上反的这个过程 而且就是说 减少对于奔门的一个刺激了 也能让奔门多休息一下 这也是缓解 胃脂肪反流病的一个问题 当然这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这里就是扯的有点会远了 咱们再来谈 第二个方面的问题 第二个方面的问题 那就是饮食方面的问题 因为咱们俗话说 病从口入 我强调过很多次了 你很多病疾病 都和你饮食有关系 那更别说了胃肠道 你吃这个东西 首当其中就是他们 所以说胃肠道的疾病 和饮食的关系 非常的密切 那么当然了 咱们不是说 怎样饮食 可以就是说 对这个胃脂肪反流病 有一个预防了 咱们主要还是要谈一下 你如果一旦出现了 胃脂肪反流病 那么你可以吃点什么 就是减少这个情况 其实说白了 酸碱综合嘛 那么这肯定就是说 吃一些碱性的食物 那么这个碱性食物 当然了就是说 喝一点苏打水了 或者吃一点苏打饼干了 大家都知道 这有效果 当然了 有时候其实吃的 这个松花蛋 因为它里面含有碱 也可以减少 这个胃脂肪反流病的 一个情况的 另外方面就是说 一些朋友 就可以吃一些 就是这种豆制品 比如说豆腐 它本身来说 它也是一个碱性的物质 另外方面 就是说一些蔬菜 只要不是说那种特别甜的 特别酸的这种蔬菜的 大多数的蔬菜 本身来说 它也属于一个碱性的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说 当然了 这些蔬菜也别太硬了 太硬也会刺激你的 胃黏膜导致胃酸的 一个分泌的 当然就是说了 吃这些东西的时候 尽量 我刚才说了 不要吃太硬了 但是也不能说 就是只喝西的 你想一下 一个西的东西 进到了胃内之后 那么这个东西 你想一下 这个如果这个崩门口 有一个崩门口松弛了 那么你这个西的东西 相对于一些固态的东西来说 哪个更容易通过一个崩门呢 当然一些固态的东西 你这样到这里 肯定就是说 拦住了 不容易通过这个崩门 但是你这个崩门 它收缩的状态下 它对于这些流质食物 肯定防御效果 不会说特别好的 所以说 少吃流质的 尽量吃一些固态的 软和一些东西 肯定是比较好的 那么他们 当然了 就是说 长期来看 还有就是说 饮食这方面 不要暴饮暴食 我刚才说了 你如果暴饮暴食的话 你的胃肠道 它的主动能力 是有上限的呀 那么你如果 主动能力 你吃东西太多 超过你主动能力 上限的时候 那么胃里面 大住这么多的食物 首先占据了 很多空间 那么这个时候 它分泌的胃酸 首先来说呢 咱也不说 够不够消化食物 会不会导致 就是说 这个食物刺激胃粘膜 导致这个胃酸的 分泌增加 这一点咱也不说 那么这个时候 你想一下 胃里面 到底都是食物 那胃酸刚出来 那么它是不是就很容易 被这些食物挤压到边上 然后很容易的 就是说 通过方面出来 因为你的胃 这时候 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压力 它主动 也会就是说 减弱 那么这时候 反流也会加重的 不要暴饮暴食 另外一方面 一日三餐 尽量规律一些 这肯定都是对于 被说反流病的 一个预防 有效果的 当然就刚才还有说的 少吃这些 酸性的食物 肯定是最好的 这里又扯了 又扯了 有点远了 咱们再谈第三点 第三点 就是运动方向的问题 其实呢 就是说 刚才第一点 其实也谈了 就是说 你如果出现反流 烧心的时候 你相对来说 可以去散散步 慢走一下 都可以就是说 增加你胃肠道 主动的 刚才不是说了吗 你在散步的时候 你的这个腹肌 不断的收缩 不断的收缩 也会刺激你的胃 就相当来说 你给你的胃 做一个按摩 相当来说 你的胃呢 包括你的肠道呢 主动都会加快的 但是记住 不要做剧烈的运动 因为你在消化食物的时候 你剧烈的运动的时候 会导致你胃肠道 供应血量的减少 那么这个时候 也会减少 胃肠道主动功能 那么这个时候 也会加重反传烧心的 另外一方面 记住不要做弯腰的动作 那么你这时候 一做这个弯腰的动作 会怎样呢 胃就相当于一个皮球一样 你弯腰的时候 咱平躺 这东西会自然而然的 流出来 这个奔门 导致这个反流的加重 那么你弯腰的时候 或者你穿一些 比较紧身的衣服 增加你的腹部压力的时候 那相当你想一下 胃已经把理解成一个气球 那么这个时候 我拿手这么一捏 会不会导致胃里面东西 往上涌出来 肯定他肯定要往口端 就是说 哪边有口 他肯定要往哪边就聚集的 那么这个时候 千万不要就是说 加重你胃部的这个压力 那么这个时候 会加重你反流的 那么这个情况 就说的有点多了 大张就这个情况 其实如果我们出现 这个反传烧心 大部分人来说 其实都有过这个经历 但是很多人就一过性的就过去了 当然就说 如果你可能这一两次 出现情况比较重的话 你不吃药 通过这些日常的这些方法 去试一下 去调理一下 也是可以的 其实目前关于 为什么反流病的治疗呢 关于他日常治疗和药物治疗 其实是同等重要的 不要一些人 你谈你治病啊 就是吃药 药物和这个饮食和日常调理 是同等重要的 或者就是说 甚至这个日常调理 比吃药更重要 咱们为什么说三分之七分 因为你日常吃药的时间 毕竟是短的 更多的还在于 你日常的饮食 日常的这个生活节奏 对于你胃肠道的影响 是更大的 那句话怎么说呢 就是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其实疾病的发生 它就是一个量变 发展成为质变的一个过程 它就是由于这种不良的生活因素 不断的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 最终导致这个疾病的一个发生 所以说呢 我们日常生活的这个条理 对于一个疾病的发生 对于一个疾病的预防 对于一个疾病的治疗 都是十分重要的 千万不要忽略了日常的条理 那么这个视频就说这么多了 谢谢大家观看 再见